北京十七平米大开间 住近三代五口人 房主荣大爷直呼受罪 女儿结婚后 竟把女婿外加外孙女 通通带回老婆小李绝地求生 开间里就一张正经床铺 睡着老伴女儿和外孙女 女婿就赶去睡屁为沙发 最惨的还是荣大爷自己 年过七十还要爬九十多名颜楼梯 摔到门牙都没了两颗 一把老骨头只能睡掉铺里 和周围杂物的感情比何老伴身 天天能爬楼梯啊 只能爬够了 节目组这回忽悠来的倒霉 但是设计师拱剑 委托人家位于北京朝阳区的中房里 步行十分钟就能到三里屯 妥妥的王者递断 为了沉浸式体验大爷的憋屈生活 设计师带着老婆小孩还有丈母娘 一块来找罪受 刚进门就有种不祥的预谈 这家的厨房是锣鼓喧天 杂物齐名 在网里走经线两道门 小公鸡点到哪道开哪道 这我们家呀 不是荣文真吗 谁 荣文真 这边 这边 得亏邻居人美心善 要不老拱就要进去吃免费的饭 原来荣家是在桶子楼里 一扇门后住着两户人家 公共厨房左侧属于荣家 右侧则是邻居家 吃过见过的设计师进到屋子里 表示开眼了 这房间大小和火柴和有得一拼 狗住了都要连夜写篇陋士明 别看他小 不妨碍杂物堆成衫 啥衣服被褥满刀溢出来 设计师以用力 柜门干脆来个碰瓷 放不下的东西就往天上蹲 要阿怪说 不如向天再借五百平来的实际 众所周知人生苦悠参半 快乐唯有干饭 没想到在这家做饭也是闯关游戏 首先得到床铺底下找齐锅碗瓢盆 放得这么隐蔽 是怕小偷惦记吗 随后要和好邻居兑线 前面提过这是个公共厨房 每家的做饭时间要按合同走 六点这会儿属于邻居家 老拱利用两小孩在线卖餐 邻居这才暂时离场 来到第三关油烟的正面袭击 经过两小时的闯关 终于吃上晚饭了 可问题又来了 这家连餐桌都没有 只能蹲在茶几边上吃 别看吃饭不容易 上厕所更是困难 筒子楼里仅有一个卫生间 一层六户人家共用 后来大卫生间被平均分成六份 一份就巴掌大 连孩子的澡盆都放不下 得去客厅里洗澡 设计师不生产水 他只是热水的搬运工 阿怪当时在现场 老拱骂得很难听 吃喝拉撒都解决好 轮到睡觉这个环节 里头就一张床 设计师让给了丈母娘 媳妇和儿子睡 他带着小情人睡沙发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 赶紧带着老婆孩子跑路 到楼下撞见容大爷一家 小伙子知道大爷过的是 啥苦日子了吧 不仅如此 为了不打扰外孙女学习 他和老伴没地方去 只能躲厕所里 一躲俩小时 垃圾厂一样的公共厨房 也让他很头疼 现在全靠设计师来变魔术 能随意整活的区域 包括17屏的开间 和2屏的卫生间 难得是10屏的公共厨房 设计师提出兴器隔墙 把厨房分成两份 同时在容家室内开的门洞 原本的门就留给邻居家独用 先把这番心事放一放 把视线移回大开间里 经过拆加小分队一顿输出 老房露出原始模样 一批共享户型肯定要上错层设计 采用熟悉的Z字形楼板 下面一层给腿脚补好的老人柱 上面一层最矮处仅有一米 放的书桌刚刚好 高的地方就摆床铺 同时吊顶采用桑拿板加烫发木 不仅美观 而且节省出8公分的高度 室内布局搞定 为了确定楼板的高度 设计师来到委托人的赞助地 获取他们一家的三维信息 大爷玉米78 女儿也有玉米75 啥 下面请欣赏 设计师九转大肠一样的脑肥物 首先他要在墙上养鱼 打造一坪里的游乐场 把地面变成一幅画 最后要把风扇变成餐桌 设计师是不是在画饼 跟着阿怪继续往下看 时间顺移到收房这天 从大门开始就很不一样 荣家拥有了门牌 再也不用担心外卖小哥敲错门了 原本推开门是垃圾堆一样的公共厨房 设计师通过改变入户门位置 如今进屋后是新增的玄关区域 外加宽敞明亮的客厅 玄关带落地大鞋柜 五口人上摆双鞋不用堆厨房里了 玄关上方配有镜子 从视觉上延伸空间 在网里走是一个带储物功能的穿衣镜 设计师是不浪费一丁点面积 玄关右侧是客厅区域 柜门的颜色让人眼前一亮 十七平的开间也不压抑 里头啥茶几沙发都有 客人来家里不用坐床上 客厅的地面用了古典的水墨画 中式美学还是最顶的 客厅里带一组圆湖储物柜 满足五口人的仓鼠属性 柜子上的蜂巢装饰 主打一个落灰 背景墙画着一棵苍天大树 说出去别提有多派头 客厅隔壁是开放式厨房 要行的操作台动线流畅 邻居留下羡慕的泪水 早知道就跟着一起改 储物空间肯定有 拨碗瓢盆不用藏床库底下 在厨房的墙体中 竟然有个鱼缸 以后养点酸菜 鱼水煮鱼很不错 来到玄关左侧 这边是容大爷和老伴的房间 两口子终于能睡一块了 虽然睡的是踏踏米 但也比之前的吊铺强一百倍 大爷剩下几颗牙能保住了 卧室的拉门带小孔 不用担心通风和采光 里头也有衣柜 放下大妈的衣裳不成问题 老人房隔壁是通往二楼的楼梯 设计师利用楼梯一侧空间 打造出两组储物柜 租给雪王刚刚好 来到二楼 先看到的是小容夫妻俩的房间 他俩也不用分床睡了 二胎计划赶紧提上日程 二楼带的拉门 不仅解决了采光 也能和底下的人唠嗑 就是小心别掉下去 去看看外头的卫生间 每块瓷砖的图案都不一样 窜息的时候能慢慢欣赏 有请行走的说明书登场 揭秘更多彩蛋 首先客厅里带可折叠的纸壳沙发 它能根据需要切换各种模式 茶几也能变形 展开后坐八口人不成问题 随后拉开玄关处的储物柜 里头是小女孩的学习区 以后要是考不上北大 不能怪房子破了 为了保证采光 学习区里开了扇窗户 也方便大人随时监督小孩 通过软梯来到二楼 里头是女孩的秘密基地 走得公主峰 提前十年体验大学上下谱 设计师利用玄关上方空间 做出了迷你衣帽间 只有小女孩能爬过去 你敢信这是石器屏的一居室 具体花了多少钱 家人们一块来五讲竞猜